在屏東東流線碼頭 可以看到岸邊海浪一波接一波 海巷看起來非常的不穩定 而鏡頭轉到船上 整個船艙跟著海浪上下起伏 讓乘坐的遊客就像在搭海盜船 有人緊抓著欄杆 還有人一度站不穩 跟著行李一起跌到了地上 浪實在太大 坐在船上的小朋友也覺得非常刺激 這幾天屏東小流球受到心南氣流影響 海礦不佳 在當地也下起了輕盆大雨 只見所有的遊客都撐起了雨傘 還有穿雨衣 不少人躲到可以遮擋雨室的地方 模樣看起來相當狼狽 不過呢在當地的知名早餐店 還是聚集了不少的遊客正在排隊 看起來也不影響出遊的興致 只是下雨天天雨露滑 還是提醒民眾出遊在外 騎車都要格外當心